今天我们再来看一款新车 质戟L6 先来看看设计啊 质戟L6呢 它的轴距是2950毫米 应该说在这个范围啊 现在的车是越来越多了 但是质戟L6呢 它的识别度是足够高的 它和我们之前开过的质戟LS6呢 设计是有点像的 但是呢 在变成轿车之后啊 它的整个运动感我觉得更强了 整个这种造型的流线感也更好了 包括你像从前面这个真实的这个导流槽过来之后呢 这个轮固的造型啊 相比之前的这个画板造型也是更加有动感了 质戟L6呢 它的轮胎设计也是非常有特点 前轮和后轮是采用了一个不等宽的设计 前面是245 后面呢 是275 而且啊 这个后轮呢 支持后轮的转向 它可以在拐弯的时候啊 缩小咱们的这个转弯半径 同时呢 它还可以在停车的时候有一个卸行模式 斜着这样进车尾啊 可以减少咱们这个放马的次数啊 那这台车呢 我觉得整个造型啊 流线度啊 都是这个级别啊 非常靠前的 特别是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内凹的这样的一个低柱的设计 那这个设计啊 你可能会担心 哎 这个会不会影响到空间啊 完全不用担心 我们来看一看 刚开始打开这个车的纤辈式尾门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惊讶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过这样的设计的重大型电动车了啊 首先呢 就是非常的有实用性啊 这个整个后备箱的空间 可以和后排空间 后排放倒之后呢 整个贯穿下去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接近SUV的啊 同时呢 这个车它的张口很大之后呢 咱们也可以去放一些临时的一些大的物件 这样呢 出去玩的时候啊 也非常的方便啊 比如说你出去玩 带个自行车 哎 这个车完全没问题 那这台车呢 纤辈式的设计 当然你可能会担心它的后排和后备箱贯穿之后 会不会影响到隔音 其实我打开这个车门 我就不担心这个问题了 因为我看到智姐L6它是全车四个车门都是这种无框的双层夹胶玻璃设计啊 这个呢 和它的车顶 还有前挡 后挡 都是双层夹胶设计 组合在一起呢 其实是可以比较好的去保证车内的这个静密性的啊 不用太担心这个乘坐的时候这个噪音的问题 那这样的一台中大型轿车呢 其实家里面人乘坐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咱们先从后排体验 坐进车里面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啊 这个级别 我很少见到有这个车后排座椅做的这么躺的造型啊 腿部空间呢 贴合的也是很好 那这样的设计啊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 因为你开车坐车的时候 座椅和身体的接触面越大 你的身体其实是越放松的啊 所以这个能很好的环节咱们长途坐车的时候的这个疲劳感 那还有就是这个靠背啊 这个靠背呢 我查了一下是支持应该是六档的条件 我目前因为是工程车 所以在一个中间的位置 也就是说还可以再往前也可以再往后 那这个目前这个躺度我觉得已经是很舒服了 如果能再躺一点 那长途睡觉一定会很舒服 那后排呢 其实还有一些很贴心的设计 比如说这个地方 它是有一个挂钩 前面呢 有一个智己团队专门研发的一个磁吸的一个支架 两个后排都有 那这个地方呢 除了可以吸一些比如说平板电脑啊 他们也推出了一些专门的比如说磁吸的化妆镜 磁吸的这个梳妆的这个什么之类的配件啊 这个咱们男生也不太懂 但是应该是可以去拓展咱们后排的这个使用场景的 当然了还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就是 哎 这个后排我不知道为什么中间位置会有一个小小的凸起啊 那这个我猜测呢 可能是 它的这个底盘结构啊 是一个加强的结构 然后两边呢 其实是做了一个掏空 这样的话 咱们这个增加了腿部的这个乘坐空间 但是呢 坐在中间的话 可能就会稍微腿部有一点点不舒服 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好 那接下来咱们再去前排看一看 那来到前排之后呢 我首先啊 特别特别想要分享一下 我觉得自己L6它的设计团队啊 非常非常的有想法 甚至是野心啊 因为你看到它的这个前排啊 除了这三块屏幕之外啊 我目前没有找到任何一块直线的元素 包括哪些呢 比如说方向盘啊 上面的按钮也好 按键也好 包括这个旁边的这个身窗键啊 音响的造型 甚至是比如说无线充电区域的这个形状 甚至是包括中间的这个区域 没有任何的直线元素 都是那种啊 特别流线的感觉啊 所以这个和它的这个车身的外观啊 包括后排整个造型的设计啊 都是非常统一的 我想它就是想突出一种啊 非常运动感 非常这种流体的感觉啊 这个我相信它是很好的达成了设计师的这种啊 初衷 那与之相呼应的就是哎 这三块屏幕 非常的有未来感 非常有科技感啊 这个尺寸也好啊 这个规格也好 在这个级别也是非常少见的 这套屏幕后面呢 搭载的是一套高通骁龙的8295芯片啊 它可以支持这三块屏幕非常流畅的去运转 当然了 今天这个我们演示不了 因为是一个工程车的状态 但是从这个UI设计呢 我还是能看到一些细节 那从这个界面我可以看到 它这个系统呢 它是可以对车外的行人 车辆 甚至是马路牙子进行实时的这样的一个3D的渲染建模 精度非常的高 看起来也非常的有未来感 那另外呢 这台车配合这样的一个很高的一个智能化的车机 它还引入了大模型啊 现在其实大模型的车呢 也有一些 但是大多数都停留在 比如说跟你去聊聊天啊 或者是用一些车内的这个功能更好用 那智姐L6呢 它的大模型引入可以做到什么呢 一个非常好玩的功能就是可以去采集啊 这个行车记录仪 包括一些车辆周围所有的这个摄像头 它收集到的画面 那这些画面呢 它是可以通过云端的这个剪辑 把它形成一个 哎 比如说我到了一个很很好看的地方 一个景区 但我没有时间去拍摄 那它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采集 自动的帮你去剪辑成一段精美的视频啊 你需要的知识把它拿到手机上 分享到你的朋友圈 是不是很赞 那另外呢 在高阶的智能驾驶辅助方面呢 这台车官方是说从六月底啊 开始逐步的就可以实现 大范围的城市 以及高速的无图NOA之驾 那也就是说在全国的大多数地方 只要导航能去的地方 这台车呢 它都可以完成很好的 这样的一个驾驶辅助的功能 不管是在高速还是城区 那这些呢 我觉得让智姐L6这台车呢 它的智能驾驶辅助功能呢 在整个同级别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排名 说了这么多的沙发呀 设计啊 还有智能化 其实智姐L6这次释放出来的三大件的信息 我觉得其实更加重磅的 比如说它这台车 它的零百加速是能达到两秒七四啊 这样的一个超跑机的水平 那急速呢 也是能达到两百六十八公里的啊 我觉得跟咱们之前 呃 体验过的特斯拉的model s plaid 是完全不逊色的 那电池方面 很多人关心它的安全性啊 续航啊 那这台智姐L6呢 也是首次搭载了准九百伏的固态电池系统 那在这之前呢 我们只见到过量产的是 呃 未来的那一台 呃 就是一百五十千瓦的那样的一台换电系统 但那个呢 是不只是就准九百伏的这个快充的啊 所以在这方面 呃 智姐L6也是做到了业内前沿的水平 另外呢 在这个底盘的舒适度方面啊 这台车会搭载 CDC加上空旋这样的配置 所以这台智姐L6呢 不仅是看起来非常的有运动感 非常的舒服 它开起来之后呢 它的整个绿震表现 包括它的性能 都是非常值得期待 那今天这台智姐L6体验到现在啊 不管是它的个性啊 运动感 它的未来感 还是它的舒适度啊 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关于这台车它的动态部分啊 包括它的加速 它的悬挂 还有这个固态电池 它的充电 还有续航等等 我希望能早点拿到实车进行动态的体验 那本期的智姐L6静态体验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